弟兄姊妹平安 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装备的定律 在没有分享之前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本书 到底为什么这个作者会把这本书写起写出来 首先我要跟大家看一节的圣经 就是路加分第一章三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神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 而且我们这个作者是根据神的话里面 两个词就写成这一本书了 这个词是在哪里呢 是我们宋长老给大家看的这个生命记第五章第一节 在哪里说他说以色列人啊 他说你们 你们今天要晓得 这个神的话 今天给你们的这个律例典章啊 也就是神的话 他说你们要听啊 下面有三个词出来了 第一可以学习 第二可以谨守 第三可以遵行 我们这本书 主要就来讨论这个学习和遵行 但是神的话不仅仅是每一句都带能力 甚至于每一个词都带能力 这个学习和遵行啊 在希伯来的这个原文里面呢 如果把这个尾和头去掉 他们中间就是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作者为什么写这一本书啊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学习和遵行是一张纸的两面 一张纸的两面 这是我们是密不可分的 今天我们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啊 就是我们把学习和遵行啊 把它二分法 教会里面的学习 教会里面的教导 教会里面的主日学 老师的特征是什么呢 他就是讲得爽 讲得头头是道 讲得自得其乐 然后就让下面的人哈哈大笑 如此就完成了 我们为什么学习呢 教会里面的学习啊 把那个道听的过瘾 而且最多怎么样 说哎呀某人今天没有来 如果来了后 他今天来这篇道就是专门为他讲的 我今天听了这一篇的主日学 和听了这篇的道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是把它存档 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失败的地方 其实 拿破仑跟我们讲了一个教学 很高的一个境界 他举了一个例子跟我们讲 所以 诗带群羊啊 羊就 就变成诗了 羊带群诗 诗就变成羊了 说这样子的学习和这样子的教导 是最好的 你要改变你是师子 要改变学生的生命 你是羊 也要改变师子的生命 改变得跟你一样 这就是达到教学最高的境界 今天我就是要透过 这一本书啊跟大家讲装备 装备分为两张 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讲到属灵的定律 什么叫做装备 然后第二部分讲到 我们如何去装备 装备的诀窍在哪里 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 我想我们还是引用神的话来 他在这里引用了一段的话 就是以夫所书的四章十一节十二节 这是我们教会很熟的 叫做五重执事 五重执事 这本书里面提出了这一段的圣经 我想今天给大家来讲装备 就讲这一段圣经里面的争议 把它分解出来 我想你们就能够得造就 能够得帮助 说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有五种 第一就是使徒 第二就是先知 第三就是传福音的 第四就是牧师 第五就是教师 这个叫做五重扶事 他扶事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成全圣徒 这里面跟我们讲到两件事 第一 教导的对象是圣徒 不是没有得救的 是圣徒要教导 第二教导的最高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成全 什么叫做成全 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就说 把人恢复到神创造的光景 这个叫做成全 今天我们设立的五重执事 不是取代 圣徒 是要成全他们 成全到一个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恢复到神创造的一个光景 什么样的创造的光景呢 他的生命就是今天像我们葛牧师所讲的 要像基督 有基督的形象和样式 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里面跟我们讲到 他的生活 有两种的生活 第一种的生活 就是要修理看守 什么叫做修理看守啊 就是侍奉 第二个生活上的服饰是什么 要生养众多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大使命啊 当时没有地方传福音的 你就是自己生自己养啊 自己传啊 三次啊 自己教导啊 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 我们这一个装备最主要的 两大原因就是我们今天牧师给我们讲的 要学基督 要传基督 学基督就是大诫命 传基督就是大使命 然后你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下面我们讲到 装备 什么叫做装备呢 在希腊文里面 希腊文里面这个装备就像马太平第四章21节 这是捕网 装备的目的就是捕网 捕网的目的是什么 去抓去抓鱼啊 得人如鱼 今天教会的毛病是什么 就是网破了 很多鱼从正门进来 从后门破洞溜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装备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不断是我们要装好了要去抓鱼要去得人 而且要把里面留到的不让它溜掉 这是我们今天装备的目的 一个是去打鱼 一个是要捕网 不让它流失 我们现在来看看装备圣徒啊 有两两件的事情 第一件的事情就是让他来 侍奉 目的就是让他来侍奉 但是我们看看今天教会里面的人呢 大概最多教会里面10%到15%的人来服侍 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教会了 所以今天教会的光景是落到什么 要死不活 什么叫做要死啊 要死就是说你看那些10%的基督徒啊 服侍到burn out 所以他们要死了 而不活是什么 那些不死 不服侍不侍奉的人呢 他们是 按照他的名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这是我们教会今天 失败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要鼓励 我们教导的目的 就是要人按照 恩赐来服侍神 第二 就是要来去 出去 或者在近处 或者是在远处 我们要传递 大好的信息 福音 要把福音传递出去 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什么 我们千方百计 软硬 禁施 兼施的 来威胁利诱的 把人来受洗 受完洗了以后就把它放在放牛班 从台湾来的就知道 什么叫做放牛班 就是不管了 你自生自灭吧 弟兄姊妹 今天我要跟在线上的同工们 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今天我们的失败在哪里啊 今天我们的失败是受洗出了问题 受洗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二节到第六节 保罗到了以赴索的时候 就问那些的信徒 他说你们信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们受洗的时候 有没有受圣灵啊 他们受没有 所以他们受什么样洗呢 是约翰的洗 也就是赦罪之道的洗 这是我们今天教会 跟使徒行传十九章的受洗的教会 是同样的光景 我们怎么样的人 没有让他圣灵 来搅管他们 所以我今天劝告在座的同工们呢 当有人受洗完了后 不是把他从水里拉起来 换件衣服拜拜了 是要你安手祷告 把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 没有圣灵 他们怎么会有圣灵所赐的恩赐呢 在哥宁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里面讲到 圣灵就按照 这样子会把恩赐赏赐他们 所以今天教会 为什么有人会bring out 他们不是按照圣灵的恩赐 如果你要按照圣灵的恩赐 圣灵会加添你力量 就好像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说 你就会服事 就会想如鹰展翅上腾一样 奔跑不笔法 行走不困倦 你看老鹰在那里飞的时候 是悠哉悠哉的 绝对不会bring out 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受洗完了以后 还要继续按他们的头 让他们圣灵充满 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很多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什么 因为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些属肉体的 他们是与神为仇的 他们没有办法圣灵肉体 因为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 所以我今天借助这个装备 也提醒我们的同工们 我们看见这个失败 我们就要怎么样的把它修正 下面我们跟大家讲第二部分 讲到装备的方法和装备的诀窍 装备的方法是很重要 他里面讲到五个最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要教导 要指示 教导指示是什么 就是我 我要在哪里告诉你 他的目标是什么 要人了解 了解了以后怎么样 还要叫人参与 这是第一步 装备的第一步 第二步 要有榜样 什么叫做榜样 他说你来看 我怎么做 你就跟我怎么样去做 这个叫做榜样 结果要到怎么样呢 说我懂了 我正在去做不但是懂了还要去做这是第二步 第三要陪伴他们 要陪伴他们 也就是跟他们一起做 跟他们一起做 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给他们有一些的改善 然后让他们怎么样越做越好 修正错误到越做越好 第四个步骤 就是要放手 什么叫做放手 就是我看你做 在看他做得对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一些的吉利 目标是怎么样 要把它传递下去 就好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说 交托那有忠心 能教导别人的人 第五 就是要激励他 要他坚持下去 继续做 然后要把他们最高的目的是怎么样 叫他传递下去 最后的结果 最佳的结果是怎么样 叫做清除于蓝 清除于蓝 所以我们这个是装备的最高的 今天我们的教师 我们应该要在这一方面 应该要有一些的提醒 有一些的学习 第二部分 我们在刚刚讲装备的方法了以后 我们再来讲诀窍 我今天愿意只提四样的诀窍 跟弟兄姊妹 虽然提了他们每一个都有七样 我们提醒四个就可以了 第一个诀窍 训练到他要能够独自操作 要独自去操作 可以独自操作 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诀窍 第二 我们要欣赏 这些学生们不同的性格 你像耶稣基督 他也欣赏彼得 彼得虽然急躁 他也欣赏 也欣赏这个雅各 他很实际 也欣赏多玛 很聪明 也欣赏 这个玛大 他善于处理事情 也欣赏约翰 他能够 做事都很细腻 所以每一个人 耶稣来的这十二个门徒 每一个不一样 但是就按照他的个性 接纳他的个性 第四 就是要善用人的特质 他有这样的特征 就善用 而且怎么样 把圣灵充满他们 让他们做 他们不能做的事情 今天我来讲讲看 耶稣训练这十二个门徒 有些什么样子 不能够做的事情啊 在使徒行传十七章 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们能够搅动天下 你看余夫能够搅动天下吗 而且这个余夫 约翰怎么样 能够写约翰福音和启示录 你知道约翰福音 开头很难写啊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弟兄姊妹 一个余夫能够写出 这种属灵的哲学吗 地上的哲学家 也想不出这些东西来 这是圣灵所给他的恩赐 然后启示录 你看他是伟大的先知 能够把漠视的这些的事情 能够描写的这么清楚 一个余夫能吗 那就是圣灵浇灌 所以我们 特别提醒同工人 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 缺乏圣灵的工作 我们的牧师今天早上 也特别提到 我们要从小开始进来 就要有圣灵在他里面掌权 圣灵显出恩赐来 圣灵恩高他 做事就不靠自己 靠圣灵的大人在那里做 所以我们最后跟弟兄姊妹 讲到一个教导的 一个装备的一个 诀窍是什么 说天生我才啊 主都要用 要得天下的因材而教制 这是我们装备的要诀 最后我想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个 我们圣经里面 教导最成功的一个人 是谁啊 叫做以斯拉 以斯拉 他是一个最标准的老师 在以斯拉第六章 第七章第十节里面 怎么样跟我们讲 他说以斯拉 他有四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 他定制要当老师 第二 他定 他考究圣经 什么叫做考究圣经呢 考究圣经的上下文 考究圣经的归纳式的讲法 考了要用观察解释应用 这些都是考究 在圣经上下功夫 第三 要遵行神的话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榜样 然后第四 他才教导以色列人 弟兄姊妹 以斯拉的原来的文字 他名字的意思就是帮助 因为他专心做老师 在以斯拉记里面 他结果他后来写了 五卷的旧约书 历代之上历代之下 以斯拉 尼西米 以斯帖 都是我们以斯拉 以斯拉弟兄 这个祭司所写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 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在第六章到第八章 以斯拉第六章第八章里面 有讲到六次 讲到耶和华的手 就来帮助他 让他真正是成为一个 名副其实的以斯拉帮助 神帮助他了以后 让他成为一个帮助的广道 能够带领这些被掳的人 归回的人 在尼西米里面告诉我们 刚刚我祷告的时候 开始祷告的时候 就是 以斯拉所做的光景 在耶路撒冷有城墙 有一个门叫水门 水门前面的广场 哇就在那里聚集 这些所有的弟兄姊妹 在那里查考圣经 圣经上形容他们侧耳而听 结果他们查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靠主而得得喜乐是我的力量 靠主而得得喜乐是我的力量 哇他们大家都得了力量 靠主而喜乐 我巴不得我们今天的研习会完了以后 我们也有尼西米第八章第十节的 经文应验在我们的身上 愿耶稣赐福给你们 再见 谢谢赵老师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分享 劝勉跟教导 我就想说我们真的是当中需要有许许多多的以斯拉 以斯拉在哪里 我们能够真的是立志当教师 也能够考究圣经 也能够遵行神的话活出榜样 才能够教导人成为别人的帮助 求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被圣灵充满我们的教导 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和同在 才带出生命的改变 那我们继续学习 我们把下面的这一个复兴定律 交给干手书长老来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刚刚有六位讲员分享的改变